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第一位帥哥美女好辣醫師團 千萬別輕忽身體小毛病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告訴你 哪些看似無害的健康問題 其實暗藏危機呢 好辣軍團們又遇過哪些可怕的狀況呢 大家好 最近有一個新聞 就是有一個爺爺 他的腳上長了一個脂肪瘤 那我們大家都覺得脂肪瘤 應該就是良性的 應該也還好 也不會痛嘛 結果過一段時間 他長大了 然後他就去看醫生 才發現說是 既然是惡性的 醫生就說你在脫的話呢 可能要結肢了 所以還是不可以輕忽 然後我記得瓜哥 你以前也有長脂肪瘤對不對 我以前也不理他 那你那時候有觀察過他嗎 有啊 他也會一天天長大 也不會痛 不會痛 他會痛 他會痛 那個還是按摩的幫我找出來 胡先生 你這條會走 我說這是什麼 我不會痛 他在背上一直幫我掐這樣 都不會痛 我就沒有理他 後來發現我穿衣服 鼓一塊起來了 不是 穿衣服會變 穿衣服 對不起 我不是要侵犯你 穿衣服會有點這樣 這樣跑出來一塊 很大顆耶 很大 切出來這個 放太久了 它的顏色像什麼 像黃色的雞好不好 黃色的雞 我知道 這樣不錯 這真的是脂肪的那個 接下來我給你看 兩顆 切完穿衣服就好看多了 兩顆 對 那就是脂肪瘤 所以它不會變惡心 事隔大概快二十年了 那個就也是在衣草蠟 又發現有一顆 又長了 這回我不等它長大了 直接 大概就三年前去割的 三四年以後 就一刀把它割掉了 也是 趙耶 胡先生 都是按摩師幫我找到的 所以你那個爺爺的是肿瘤 他不是我爺爺 沒有 那個爺爺 那個爺爺 對 是惡性的 是喔 那真的不能 完全不能輕鬆 對 我們看看 外觀看起來很正常 當心危害長其中 是 其實身體任何腫瘤 只要大於五公分 學理統計 它就不可能會變小 所以大於五公分的 你真的可以認真 考慮把它拿掉 這個東西 要觀察的部分是怎樣 比如說它臨時 顏色改變 或者是突然變硬 或範圍變大 這些都是有一點奇奇怪怪的 那我有一個三十歲的一個男性 他從小出生的時候 臉就一個小小凸起的 有顏色的 像 那他很小的時候 在唸書 又之前唸書的這種寫字 就在那邊捏捏捏 然後就是整個成長過程 就是這樣 捏捏捏 你知道小孩子手不乾淨 有時候引起發炎 破皮 過敏 那每次都是藥膏就弄好 這次呢 他是因為他在辦公室工作的時候 已經三十幾歲 在上班 他還是有偶爾會有這個習慣 遇到比較緊張 老闆罵什麼就會這樣 這一次他皮膚科 看了兩個月之後 沒有好之後 皮膚科說 那要不然我幫你冷凍治療 治療完 其實那個傷口 他覺得就是更怪 反而更痛更硬這樣 但是現在也分不清楚 到底是冷凍治療造成的 還是怎麼樣 所以那個皮膚科醫師就 要不然你請外科看看 要不要乾脆割掉 那結果來我評估的時候 因為那個性狀 真的長得比較奇怪 稍微用放大鏡看 他就一齒一齒突突的 看起來會感覺很噁心 那種感覺 密集恐懼那種樣子 那所以我之後說 建議你拿掉 可是呢 因為這個畢竟跟他從小有 革命情感 然後他說我回去問我爸媽 對 然後回去問我爸媽 小寵物 對 因為我不是我爸媽 生我出來這樣 人會想要不太想要動他 後來講一講之後 還是決定割了 結果割下來真的是 皮膚癌 因為那時候我就有當皮膚癌 他雖然0.5公分 我以2公分的安全範圍去幫他割 所以他其實拿下來是很完整的 還好他這樣子拿掉之後就沒事 因為如果有的病人 他在拖更久的時候 他就變成要做一個 擴大的一個切除之後 他就必須要拿其他的 比如頭皮啊 大腿去補這個臉 而且臉以後會有色差 會變得很奇怪 對 所有最幸運的事情 當然就是不要得病 對 可是另外一種幸運是 有的都是之前就發現 前一陣子 陳醫師就幫小禎 他正在切這個膽 那因為急性膽結石 裡面才3 40顆 有這麼多 可是他已經痛兩三天 後來還好我急著去找陳醫師 當天晚上處理 陳醫師說再晚一天 就完蛋了 爆掉了 他會有一點破掉的問題 切下來像珍珠奶茶一樣 過多 差那一天或差幾個月 就如果你不再關心你自己的身體 因為癌症他是不會痛的 如果你沒有發現 等你會痛的時候 大概都已經2 2期 3期了 所以他在那之前 沒有發現自己有這麼多結石 沒有 因為他痛起來 他痛起來也不知道哪裡痛 他不像我的Sense 痛我一痛就 假的 太假了 這是真的 他痛是全雙上膚膚 整個臉都發黑 他也不知道哪裡痛 你知道嗎 整個臉發黑 因為他做起來就不一定痛 他也不知道是什麼毛病 到醫院檢查他也檢查 一般人不會去看膽 胃跟膽是同一條神經 所以有的人常常覺得 我自己只是胃發炎胃痛 其實膽結石在痛 那有的人就是被診斷 你有膽結石 他一天到晚覺得他膽結石在痛 其實他根本是胃潰瘍在痛 所以其實還是要做一個 完整的檢查 我也要分享一個類似的案子 那這位32歲的女性 是一個很保守內向的一個新娘 他剛結婚其實才一年多一點 那他先生帶他來的時候 上面的轉介是一個診所 醫師起來的 醫師外因的癌症 那我就說那上去看一下 那一看我就想 這癌症大概沒有例外了 我就說趁他穿衣服的時候 我就出來跟他老公說 為什麼會突然這個時候才來 因為已經都三公分大了 他說我老婆其實她非常內向 我說那你都沒看過 他說我到現在沒有認真看過 他的外因部 我說那你怎麼同訪 他說他都 不能看 那一天是無意中去 手去摸到那個地方 那一天無意中碰到說 這怎麼是這樣的 而且他叫痛 他說這裡有一個東西 他說等一下 你這怎麼回事 他說已經擦藥擦一陣子了 擦了大概好像兩個多月三個月了 那也不去看醫師 他自己跑去藥局買藥 買藥回來擦 他覺得潰瘍破皮 就一直擦 他也沒有想到說 就是 然後應該就醫 他也不敢講 他說也不敢跟他先生 他說因為都不知道 他現在覺得有點冤枉 不是他不帶來 他不知道有這個病 結果他去診所看了說 那時候 還懷孕 就是說他懷孕兩個多月的時候發現的 那他說已經搞了快三 差不多三個月 他說那現在怎麼辦懷孕 我說因為你已經五個多月 都快六個月了 我們是不是讓他懷孕到七個半月 或者八個月的時候 我們來把他剖腹產 小孩子可以生下來 然後趕快來處理這個媽媽 結果很難想像說 這樣一個病兆 在他大概七個半月 大概三十週左右的時候 開完刀 立刻做CT 發現 在我們的懷孕來 這歸類為第四期 第四期 就是 那當年大概二十多年前 所以當時的化療跟放療 也沒現在這麼好 生下來 破物產生下來以後 開始手術完 化療 放療 仍然 比如說他去世的時候 才33歲就去世了 所以我常常說 一個真的小小的事情 假使持續了兩個禮拜 都不會好 你要想想看 可能還有問題 應該再去追查 哪些容易得外乳癌 病毒感染 人類的病毒感染 就是說子宮頸癌那個病毒 也是造成外乳癌的 一個大因素 但是如果這個之外 還有沒有別的 有 肥胖 糖尿病 經常慢性的感染 經常外陰經常慢性感染 還有 還有就是 這些人都是屬於高危險群 你就應該注意 那實際上 如果你有子宮頸癌前病變 陰道癌前病變的人 你也是高危險群 因為你得過這個病毒 裡面有 外面也有可能有 這就要小心了 其實皮毛的問題 很容易被忽略掉 如果一個東西持續存在 可是沒有越來越嚴重 好像就可以先觀察 可是有時候有些腫瘤 它也是會慢慢的變壞 我跟你講很深刻 這是一個52歲的女性 其實她來 我已經這邊看半年了 她是半年前來看 就是說 她在外陰的地方 有一塊 像痣的地方 可是她說 那我們一來看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在判斷這種 表皮的痣 或者是我們疑似色素腫瘤的話 會有觀察幾個 第一個 邊緣整不整齊 第二個 顏色醜不醜 第三個 有時候摸起來跟皮膚一樣 就比較沒事 摸起來有高低起伏 很粗糙的 就怪怪的 第四個如果像剛剛教授講 已經都有 這幾個都比較偏向惡性 那因為她說 比以前大我們也沒得比較 我說那你還是先觀察 要不然我們要做個切片 當然大家一聽到 在這個地方做切片 會怕 她說那我再回去看看 然後隔個半年左右 真的再回來看 這次就不太一樣了 顏色不太對 有比較 那這種情形我們說不行 我們還是會皮膚科一下 做一下切片 就切出來真的是 它意思就是皮膚癌的意思 比較認為 比較黑色素癌 就沒事 黑色素癌本身就是癌症 好 那其實這個黑色素癌 雖然比較淺 那運氣很好 它大概還是兩公分多一點點 因為這個人還警覺性滿高的 這邊我特別提醒一下 其實黑色素癌 在白種人其實還滿常見 可是你看老外 他會做一個教育 他們從學 年輕時候就會教自己 沒事要看看自己的身體 如果身體的字莫名的變大 顏色變醜 甚至於他們對毛髮的清理 比較重視 他慧陰的地方都會做一些清理 所以你如果毛髮都沒有清理 其實你不會去重視下面的部分 所以我有時候在門診 我也跟各位講 跟我的病人講 其實你適當的修診 不一定要剃光 這是修診有時候沒事 稍微看一下 因為我們慢慢發現 在慧陰的黑色素的一個沉澱 也慢慢在增加了 所以不要小看這個 但是也不要各位 今天聽完這一集 回去開始找鏡子一直看 下面三不五十會有字 你不要一看到字 馬上要來切片 其實重點我剛剛講的 包含顏色邊緣 是不是有潰瘍 甚至有凸起 整個溶起 那個才是比較重要的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 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 超級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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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